在1981年有一部神奇的日本动画《天鹅湖》 是我们90年的启蒙老师 因为引路的时间和后续动画片空的缘故 90年的孩子都有幸地看到了这一部甜甜的日本动画 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叫爱 即便看守为懵懂状态 但也让我们在内心深处留下了对爱的憧憬 它是绝对的童年回忆 那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什么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白鹅摇绕的湖面 有拿着一群统体纯白的天鹅 它们优雅地排列成一个湖形 共同欢迎着一位带着金冠的白天鹅露猎 随后他们在这湖面上游着 湖边有两只松鼠 母的叫玛格丽特 公的叫汉斯 他俩是一对小情侣 玛格丽特看到那只头戴金冠的白天鹅时 不禁羡慕地感叹道 它好漂亮啊 汉斯听了 便就用蘑菇咬出了一个皇冠的形状 给玛格丽特戴上 结果这皇冠太大了 变成了项圈 玛格丽特嫌悸地把它扔掉了 这时玛格丽特听到了驾马声 聪明的他便猜到 是住在不远处皇宫里的 几个菲尔德王子来了 花吃了玛格丽特立马跑到树上去看他 赞叹他的帅气 还不忘一边嫌弃汉斯 汉斯有些懵 不明白玛格丽特 为什么拿他跟王子做比较 汉斯追问玛格丽特 什么时候才肯嫁给他 却得到玛格丽特傲娇地回复 我不可能嫁给你 菲尔德在湖边停歇时 他也发现了那只带着金冠的白天鹅 那只白天鹅发现了菲尔德 便也看着他 被白天鹅看着时 菲尔德感觉自己仿佛在被一位美女主持着 菲尔德跟自己侍卫说了这种感觉后 他们都纷纷过来观望 这时一只叫罗德巴尔的猫头鹰出现在树梢上 它的双叶发光 对着湖面哄叫了一声后 湖面瀰漫着浓浓的子物 其他的天鹅都夹得离开了 只有带金冠的那只还在那 这时菲尔德的侍卫阿道夫 想用剑射杀那只白天鹅 结果被猫头鹰变成了石头 看到这一幕 菲尔德身边的另一位是一位兵诺 便害怕地说 那只头戴金冠的白天鹅会施魔法 是他把阿道夫变成石头的 兵诺还说了个传闻 传闻说 只要去过那个森林的人都没有活着出来过 所以他劝菲尔德 别再去那个湖边了 可即使这样 菲尔德还是不太相信 那么纯洁的白天鹅会施魔法 在不知不觉中 他堂堂大王子竟然被一只顿物给迷住了 但那这时王后来了 他说国王早就去世了 因为明天是菲尔德成人地 也是菲尔德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的第一天 所以在此之前 需要给菲尔德选一位王妃 菲尔德内心实在不想这样随便挑选一位公主当王妃 他只想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人 但他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 菲尔德正烦恼时 那个白天鹅的模样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竟有些心动 于是菲尔德决定再次去看看那只白天鹅 即使宾诺觉得这样很危险 也没办法阻止王子的心 等菲尔德又去到那个湖面时 带静观的白天鹅正在离开 于是他一路追了过去 一帮后期的马格丽特 便带着汉斯也追了上去 菲尔德的马在危险的断崖上奔跑 然后又穿过了一个山洞 再穿过荆棘之地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阴森的古堡 云云的他看见那只白天鹅垂头伤气的 游到去往古堡的台阶呢 然后一阵亮光 白天鹅突然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公主 公主发现了菲尔德 一眼就认出了他 恶魔猫头鹰罗德巴尔使了魔法 所以他一到白天就会变成白天鹅 因此菲尔德也知道自己的侍卫阿道夫 是被罗德巴尔变成石头的 他立马气愤的想去和罗德巴尔较量 然后奥杰托阻止了他 他做平等的力量是无法打败罗德巴尔的 他的国家就是因为对抗罗德巴尔才被团灭的 菲尔德听到这有些震惊 便坐下来听他讲讲原味 奥杰托说自己是一国公主 三年前罗德巴尔让奥杰托嫁给他 奥杰托的父王拒绝了这个请求 而把奥杰托变成一只白天鹅 是为了不让人真心地爱上他 因为一旦出现了真心爱慕奥杰托的人 罗德巴尔的魔法就会立刻失灵 菲尔德听完后辩论真的说道 那就用我的爱来战胜罗德巴尔吧 菲尔德更是乐情地邀请奥杰托参加明天的晚会 他承诺将会选奥杰托为王妃 让奥杰托觉得自己逃不出罗德巴尔的手掌心 伤心地拒绝了他 这类婉拒我总是忍不住想到 公主之认为男人都是大叔蹄子 所谓的爱都不过是残身子罢了 而在菲尔德和奥杰托交谈时 罗德巴尔的女儿奥黛尔已经头听到了一切 他立马报告给罗德巴尔 罗德巴尔苦苦等待奥杰托三年 想要他嫁给自己 现在听到这个消息 并把气炸了 自己舍不得碰舍不得骂的女生 现在要跟人跑了 罗德巴尔虽然生气 但是他跟奥杰托说话的语气还是很温柔 那奥杰托十分明确地说自己爱上了菲尔德 于是愤怒的罗德巴尔就把门拴上了 还把通往奥杰托房子的吊条给收了起来 这下子他真的成为了真正的龙中之鸟 没办法去参加舞会了 回到房间的罗德巴尔太愤怒了 忍不住把墙给打断了 不疑惑奥黛尔来了 他叫罗德巴尔又被拒绝了 于是提议杀了奥杰托一了百了 然后罗德巴尔说奥杰托太美丽了 他下不拒手 聪明的奥杰托便说 那让他去杀 罗德巴尔尼玛抱住奥杰托说 不行啊 我爱奥杰托 得嘞 这算不算甜狗我不知道 但并不是你厉害 你就能在爱情上为所欲为 接着奥杰托再次提议 让菲尔德爱上别的女人 他变成奥杰托的模样 想要代替奥杰托和菲尔德成婚 罗德巴尔觉得这个方法很妙 直接同意女儿去勾搭菲尔德 这一夜 菲尔德信心念念期盼着奥杰托明天 能去晚会 他决定 非他不去 而汉斯在深夜去喊醒 马格丽特 他只是注目地提到 奥杰托和菲尔德明天 会在晚会上共舞 但他真正想说的是 自己也想邀请马格丽特共舞 但是他太害羞 没手出口 马格丽特还觉得莫名其妙 等到第二天一早 马格丽特和汉斯愉快地目睹了 四字白天鹅的破壳 这时 他们发现了每天都会出现 他湖面的皇冠天鹅不见了 两只小松鼠便再次奥杰托被关了起来 那晚会肯定去不了了 马格丽特思索一番后 决定由他去告诉菲尔德 而汉斯去看看奥杰托的情况 在马格丽特去到菲尔德的身边时 不管他怎么对菲尔德比划 菲尔德也听不懂他的预言 只觉得这是一只可爱的松鼠 污染的马格丽特只能先离开了 菲尔德继续在城墙上 等待奥杰托的到来 至于汉斯已经到了古堡 看到奥杰托门前的吊桥被收了起来 于是聪明的他把吊桥给放了下来 吊桥掉下来的巨大声音 吵醒了正在睡觉罗德巴尔 罗德巴尔赶紧起来去看看 又把吊桥给收了起来 等到晚上 罗德巴尔和奥戴尔变成了猫头鹰 飞往了菲尔德的城堡 奥杰托伤心地哭到在房里 这时 汉斯再次把吊桥放了下来 他和马格丽特一起把门给打开了 奥杰托可以去晚会了 他一路飞奔地跑去 而晚会上 一位远道而来的公主 自我介绍完毕后 菲尔德就十分明确地说 自己不会选择六位中的任何一位 所以我宣布舞会结束了 而在这时 奥戴尔变成奥吉托的模样 走了出来 他自称奥戴尔 菲尔德开心坏了 以为自己的女神降临了 不无期待地与他贡物 奥吉托好不容易跑到皇宫 可是却被罗德巴尔发现了 罗德巴尔立马抓住了他 并让他亲眼看看 在与奥戴尔贡物的菲尔德 奥戴尔还亲眼听见了 菲尔德向所有人宣布 要迎娶奥戴尔 奥戴尔听完后 就伤心地晕倒了 这时罗德巴尔 贬得意地保证奥戴尔 出现在了菲尔德面前 奥戴尔也会负了原样 菲尔德这才知道 自己被骗了 但奥戴尔已经伤心地 不想理会他了 奥戴尔醒来 伤心地跟菲尔德道别后 变成了白天鹅 飞走了 菲尔德着急了 连王冠都不要了 就不管不顾地 跑去追奥杰托 菲尔德跑到了古堡 在那勇敢地 与罗德巴尔打了起来 但菲尔德根本 不可能会是他的对手 这时 马格丽特就跟汉斯说 如果 你还想跟我结婚 就快去帮帮王子 马格丽特总是用这个理由 让汉斯做事 而且汉斯每次 都会乖乖听话 秒角的汉斯 就咬住了罗德巴尔的鞋子 结果被他变成了癞蛤蟆 马格丽特伤心地抱住了他 后悔了 罗德巴尔说 只要菲尔德跟奥大尔 乖乖地在一起 就不杀菲尔德 当菲尔德坚定地拒绝了 一帮到奥大尔听了 便生气地让爸爸 杀了他 在菲尔德无路可退的时候 罗德巴尔让奥杰托发誓 只爱他 这样才不杀菲尔德 他在此刻有了恶趣味 想让他们活在悲痛之中 这个要求奥杰托自然不会拒绝 在他要发誓时 菲尔德竟然抓住罗德巴尔的剑 刺向自己的心脏 刺进去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亮起了金光 菲尔德对奥杰托的爱 化起了罗德巴尔的魔法 罗德巴尔妇女变回普通猫头鹰 着急飞走了 拉道夫也变回了人 汉斯变回了松鼠 奥杰托和菲尔德 最后幸福地抱在了一起 一旁的玛格丽特感叹 爱情的力量斩生了魔法 他问汉斯 你会像王子爱奥杰托那样爱我吗 汉斯认真地点头了 这一次 玛格丽特经历了汉斯离去的短暂痛苦后 也明白何为爱情 也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 我相信大部分观众 都应该对这部动画有着记忆 当然没有看过人 也别急着说没看过 39年前的日本童话 今天静下心来听完这个故事 或者重温完这个故事 你会不会觉得公主就是一个傻瓜 王子也是徒有冲击 主角攻环太强了 设定老套 如果不是剧情需要 就冲着这个憨皮王子 最后怎么可能打赢猫头鹰 爱情可笑 看完后不仅没有被其中的剧情所打动 甚至觉得 哼 好幼稚啊 想一想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 我认为你应该沉思一下自己 不要着急去笑 如果这是今年2020年出版的动画电影 那么我没有什么理由去这样说 可这是1981年的动画 在你小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动画 王子的冲劲是被我们理解成整直 勇敢 公主的哭泣是被理解成存真和善良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而施的认知全被推翻了 即便没有看过这部动画 人可能没有我之前说的对比 但如果你孩子无意中打开了这部动画 睁大眼睛问道 爸爸妈妈 这个王子是不是很厉害啊 这个时候你会如何回答 是开口跟他说 哎 傻孩子 这是主角光环是骗能的 还是开口跟他说 是呀 那你要像王子一样充满勇气 做一个敢跟坏人说步的人 好吗 我们心中的童话到底在何时 被现实给摧毁 心里是在何时 变得不再纯净 这部动画是曾给了很多人 对爱情的启蒙 可是如今还相信 爱情的人却似乎会被人耻笑 爱情还存在吗 童话还存在吗 在批判这部动画幼稚的那一刻时 你还记得自己的过去吗 你何时的梦想 何时的憧憬 都完成了吗 还是 已经忘了 一个甜美的童话故事 在大胆的世界 成了幼稚的代表 成了让人失笑了晚意 我不知道这是事态炎酿造成的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愿意相信 童话的存在 也就是说我还相信 爱情可以战胜一切 爱情可以给予我们力量 也就是天下所有善良的友情人 可以终成眷属 不要被黑暗恶魔所玷污 每天都活在灿烂的生活中嬉笑 不要视频前的大帅哥 大美女 你们还愿意相信 这世界的美好吗 还愿意相信 爱情 相信童话吗 如果你还愿意的话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 童话之美 希望今天这个幼稚的童话故事 可以让你们想起自己的过去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